時代力量的黃立委 那麼好像是在今天 提出有關 他對於這個斯改國事會議的 這樣的一個看法 那我想 不管是 應該是府縣或者司法縣 我想所有的媒體朋友應該都很清楚 那麼這次的斯改國事會議的討論 我想從議題的選擇 那麼討論 那麼一直到這些意見的收容 乃至於各項分組會議 那麼一直到 即將要召開的這個總結會議 那麼其實有關 這個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 的這樣的討論 那其實在分組會議當中 有經過了相當多次的討論 那麼並且 這樣的討論 其實是在當時在會上 並沒有獲得 這個 共識 那也就是 也因此 其實他在後續的 這個 包括總結會議上 那也許 他就不是 一個討論的那個範圍 那但是呢 其實 我想我剛剛也大概就整個會議的程序 去進行一個比較完整的了解 那其實如果 議會的委員那麼就 這個議題那麼還是有這些相關的意見跟看法 那其實在總的議會當中結這個會議當天 那麼其實也可以透過提案 那麼來表達他們在這個議題上的這個看法跟意見 那這個是我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我想總體而言呢 我想在改革方向上 那其實就像總統在日前 跟大家說明的 那其實包括法庭的透明化跟裁判書的親民化 包括法官跟檢察官禁用跟淘汰機制的改革 那也包括打造專業跟中立的司法體系 那麼以及建立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的四大重點 他其實是希望相關部門 那不但要提出具體的改革方案 那麼也要有明確的改革時間表 來讓司法改革可以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 能夠順利進行 那麼這個是以上 好